年近歲晚時,很多時候都會聽到媽媽說要借造 其實在說的是造神,俗稱為造君 造神的全名是東廚師命定覆造君 而關於製造的歷史,可以說是年代久遠,而且起源甚早 造君本身有一個先天神 在古時候,人們會用造來生火 所以造君會跟另外兩位的火神一起受到供奉 他們就是驗低神龍士和竹容 而去到偽進以後,民間甚至替造君起了很多不同的名字 而來到現在,民間供奉造君的子馬 往往都會見到有一對老夫婦並坐 他們就是造君和造君夫人的畫像 造君主要是負責掌管人間飲食製作 但同時他也會監察人間的善惡 相傳,在每年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晚上 造君就會去到天庭報告人間的功過 定人的禍福 因此,民間就會有個傳統在每年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去借造 祈求造君向上天美言幾句 正所謂上天言好事,下屆保平安 西遊記就是中國非常出名的一部小說 而且改變成為不同的電影和電視劇 相信你應該一定聽過看過 而這個人物你又記不記得呢? 它就是二郎神楊展 原來它除了在這部小說裡的人物之外 在古時候,有關於二郎神的身份更加有不少的說法 其中一個就說他是戰國時期 秦過泰秀李兵的兒子 名字就叫做李二郎 亦都被稱為冠口二郎 相傳冠口二郎有非常大的勇氣 而且他人仍是很聰明的 由於當時的水災非常之嚴重 所以他就決定一個人去找出這個水災的原因 逛逛逛逛,他就發現一條小村旁邊有一個水潭 這個水潭裡面原來就住了一條惡龍 每年村民都要獻上一名的小孩給他 否則這條惡龍就會輕波作浪 令到水災就出現了 二郎聽到之後就非常之生氣了 就決定在祭治當日決戰這條巨龍 而且他還成功地把這條巨龍深鎖在河底 平定了這一場水災 村民知道錯之後當然是非常之感激他 所以就在這條河的旁邊 建了一座廟宇 叫這一座廟宇做二王廟 亦都專稱二郎做二郎神 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